当地时间6号 以色列国防军公布了其部队 在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的视频 并表示以军部队继续在加沙地带多地 开展军事行动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则表示 在加沙地带多地 袭击了以军士兵和车辆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 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舒甲亚社区 以军同武装人员多次交火 摧毁多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的基础设施 并销毁了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的 一些武器装备 在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地区 以军摧毁了一个 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的火箭弹发射装置 在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 以军同武装人员交火 并摧毁了哈马斯的一处地道设施 和一些武器装备 6号 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 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 杰哈德下属武装派别 圣诚旅表示 其武装人员在输甲牙社区 使用迫击炮和爆炸装置 伏击了以军士兵 并使用反坦克地雷 摧毁了一辆以军坦克 在拉法市中心以南地区 武装人员使用火箭弹 击中了一辆以军军用推土机 此外 两枚火箭弹当天从加沙地带 射向以色列南部城市斯戴罗特 当地响起防空警报 以军表示 两枚火箭弹均落在空旷区域 暂无人员伤亡 盛程旅宣布对此次袭击负责 越来越遅 upon 展现缓 座